演唱類最佳華語男歌手獎 入圍的有 第三十三屆金曲獎入圍名單 這次歌王歌后 降落誰家角逐戰況非常激烈 被稱為史上最年輕三金得主 盧廣仲 時隔五年推出專輯《勵志論》 也讓他二度角逐歌王寶座 另外還有耶路黃軒 馬念仙 以及中國三位歌手 求得 崔健 許君 有老將也有新秀 受人期待的還有《華語女歌后》 金曲歌后蔡劍雅 手中已經握有三座歌后獎座 與張惠妹同為記錄保持人 這回又入圍最佳華語女歌手等八大獎 也成為本屆金曲獎入圍大贏家 前年金曲歌后魏如萱 二度尋求未免 這次《華語女歌后》入圍的還有 以利高路 林凱倫 袁亞維 詹文婷 都是首次角逐歌后寶座 至於新人獎 也有亮點 戲劇男神許光漢出道青年 一多部戲劇走紅 首度推出同名專輯 如今將與六位樂壇新血 一起角逐最佳新人寶座 至於年度歌曲獎 則是有黃明志和陳芳宇共同合唱的《玻璃心》 還有維里安的《如果可以》 以及茄子蛋 筷子人口的歌曲 華語專輯我們討論很久 男女歌手也是 我們其實每次投票的時候 都會先討論要不要增額 幾乎每一件都增額 因為就是覺得很怕漏掉誰 三十三屆金曲獎入圍名單 一共有176件作品 經過83名評審 共同評選 到底獎若誰家 7月2號 答案就會揭曉 娃娃魏如萱在兩年前的金曲獎 以主持人身分 抱回最佳華語女歌手獎盃 今年她再度叩關歌后寶座 如果今年妳拿了歌王 然後我今年又拿了歌后 我們兩個就會在後台 一起拿那個合照 你知道嗎 所以好像真的就有 開心尖叫 難演入圍的興奮神情 不過這一次其縫敵手 由蔡建雅手握三座金曲歌后獎盃 已經在第17屆 19屆 23屆金曲獎 成為最佳華語女歌手 獲獎記錄 和天后張惠妹相當 第33屆金曲獎 是她生涯第10度入圍這個獎項 能不能刷新歌后紀錄 就看今年 第三次得 然後 現在有機會得第四 其實還是覺得 我有努力 還是 還是有被聽到 然後那個我覺得對我來說 還挺重要的 所以我那天 剛好應該還在修剪 我的那個植物吧 還是我在交花之類的 蔡建雅和魏如生 兩人競爭的可不止女歌手 還有最佳華語專輯 年度歌曲等 如果再將兩人 所有被提名的作品 一併算入 共有七項大獎 雙輸搶金 對娃娃來說 意義非凡 一開始我發片 然後也都沒有人理我 然後一直等到被進曲獎提名入圍了之後 然後才有人開始聽我們的歌 最佳華語女歌手 一直都是頒獎典禮注目焦點 另外還有天團FIR前主唱 詹文婷 原住民創作歌手 以利高露 來自中國的鐵廢女王 袁雅維 還有新生代歌手 Karen Cissi 入圍者風格截然不同 曾經入圍第三世界進曲獎 最佳新人的美籍華語歌手 Karen Cissi 獨特聲線演唱能力是備受肯定 同樣是歌后熱門人選 最佳華語女歌手入圍者 各個身懷絕技 語言族群 歌唱風格大不相同 歌后爭霸 精彩客棋 新歌詞讓不少歌迷感同身受 金曲歌后 同家會專輯太難唱了 被說是大鄰女子前傳 雖然歌曲難度之高 卻跟金曲無緣 被說是金曲歌后入圍一株 華語專輯我們討論很久 男女歌手也是 歌手們各個實力堅強 但評審阿迪亞心裡還是有自己的 歌王歌后遺珠名單 像是彭佳慧 還有余丁蜜 以及去年奪下金馬獎 最佳原唱電影歌曲獎的愛姨良 會為四年發新專輯的宋念雨 這四張專輯阿迪亞都認為 沒入圍比較可惜 金曲今年參賽作品總共有兩萬零七百二十一件 八十三名評審委員以初審資格審以及副審整整三階段 歷時三個月的評審討論才選出一百七十五件入圍作品 攪出二十七個獎項 光想入圍機率只有千分之八 我覺得還是要傳項度高 讓大眾可以接受 進了入圍之後 在評審那一邊的討論度跟得獎度 可能會比較高一點點 能不能入圍人人有機會 但也各有沒把握 除非是向他忘了報名 情歌天后梁靖茹應該是希望時間能重來 因為太糊塗 錯過報名時間 想再跟金曲見面 只能明年再見 暖心的旋律搭配療癒嗓音 徐家瑩以雏形一曲 入圍本屆金曲獎年度歌曲 六月才剛發專輯的她 不只入圍三項大獎 還身兼表演嘉賓 要和閨蜜愛依良合體演唱 金曲表演嘉賓一個比一個還要大咖 拍影片祝福畢業生勇敢追夢 林佑嘉相隔五年 再回到金曲舞台來表演 表演嘉賓還有惡度問頂 金曲歌王的盧廣仲 另外這次表演名單中 還首度出現跨界組合 包括華語歌後魏如萱 和客語歌後米莎 旺福和台語歌手黃飛 馬茲卡和大淵等 將帶來精彩的跨組演出 卡斯一個接一個曝光 但卻有人不能出席 詹文廷這次入圍四項獎項 但沒想到卻突然感染新冠病毒 對於無法出席頒獎典禮 他本人也非常遺憾 至於戲劇男神許光漢 發行首張同名專輯 就入圍金曲獎最佳新人 他透過公司回應 謝謝評審的肯定 但頒獎典禮當天 他將在海南島拍戲 確定不會出席典禮 讓不少粉絲感到非常遺憾 第三十三屆金曲獎 最佳作曲人獎名單揭曉 被網友誉為神仙打架 入圍陣容太過豪華 六位作曲人還都身兼演唱者 蔡劍雅一口氣入圍本屆八個獎項 翩翩之項最佳作曲人獎 已經是她第七度叩關 卻未曾拿下 簡單的吉他和弦 融合流行音樂少見的逃敵 極慢脫靈元素 蔡劍雅邀請自身編曲人 和國傑共同編創 編曲人 編了 看見台灣 我們渴望的 我們渴望的 愛 希望 自由 重生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靈性的一首歌吧 然後拋開 都會情歌 拋開我自己的故事 決定為地球 為現在疫情這個期間的 我們寫一張專輯 蔡劍雅突破以往歌路 得獎護身高 卻也碰上強敵 上屆最佳作曲得主Hush 這次又以衣櫃歌手 準備角逐第二座獎盃 下禮拜就是今天的曲獎 去年她得到安和作品 最佳作曲獎 明明就下禮拜 你可能又會再帶哪一座 對吧 有可能 這麼有自信 一般歌會很謙虛 會有可能 金曲三三最佳作曲人獎 一字排開 詮釋熟悉名字 除了蔡劍雅 以Blue Burst 第七度入圍 上屆得主Hush 衣櫃歌手 再度叩關最佳作曲 還有歌后 愛一涼的攤 盧廣仲的 雨時多雲偶正情 韓國創作歌手 鮮魚真兒 與娃娃威如萱 聯手創作賣花的人 以及歌王遺珠 小雨宋念雨 創作生涯最長歌曲 七分鐘的 等你想起我 感動人心 反覆創作者 對對方的思念與不捨 小雨用將近七分鐘的時長 將歌曲情感細細堆疊 雖然今年無緣最佳男歌手寶座 被視為格王遺珠 不過目前幕後全能 小雨的作曲實力 依然受到肯定 最佳作曲獎 各個強棒 每首佳作 有疫情 有創新 有情感 是作曲人 精煉出的故事結晶 第三十三屆金曲獎 明天登場 不過擔任頒獎嘉賓的小S 昨天卻突然上吐下瀉 掛病號 緊急送醫急診 並在家休養一天 也讓外界很關心 她的身體狀況 至於明天的金曲獎 能否順利出席 小S今早也向媒體報平安 表示好多了 也向粉絲掛寶證說 我明天會去 會走紅毯 我個人是很喜歡我的服裝啦 小S日前才探大S與志俊夜 現身周杰倫聚會 當時小S看起來氣色不錯 與眾人開心聊天 沒想到突然身體不適 另一位身體出現小狀況的 還有今年以專輯 勵志論入圍 金曲獎多項大獎的盧廣仲 明天將在典禮登台表演的她 昨天受訪坦言 比起接獎表演讓她更加緊張 因此沒有食慾 導致胃食道逆流 甚至有些鎖喉 盧廣仲也笑說 如果到時影響歌唱的話 可能會讓嗓子變得有點感性 那今天就祝福小S和廣仲 明天在典禮上 都能順利完成任務啦